昨晚PS5系统有个升级包 很霸道 不升级不允许登陆PS商店 正好赶上我直播 于是我就直播了升级的全过程 一共耗时两分钟 我的是国行的PS5光驱版 升级完之后一切正常 可以正常登陆港幅PSN商店 功能上没有什么变化 我看了一下升级日志 说是改善性能 其实以前的升级日志经常这么说 实际上感知不明显 这次并没有带来 以前说的那个杜比全景声 感觉这次升级 就是为了下次重大升级做的准备 先把一大部分机器 强制性的拉到当前这个版本 因为你不升级就不能进入商店 所以说只能升级 会有大部分人升级到这个版本 这个系统版本里面 可能也许会内置一些东西 它并没有展现出来 可能等到下次升级的时候 直接打开就行了 为下次为以后做铺垫 国行PS5的同学可以放心升级 没问题 我先替大家汤道了 我先替大家看